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中国的传统佳节 春节了 在这里 东南军情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猪年大吉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 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苏火依重型飞翼无人机两相 过程俄军下一代隐形猎手 按照俄罗斯业内人士的说法 这个猎人币呢 它是一个技术验证的平台 解放军海空立体巡航台海 海军惊慌失措 阳相百出 现在我们大陆海军主战舰艇的 这种防空和反导的火力 要是拦截巡风三 应该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我们各种巡航越来越多 各种海上 空中联合的序列越来越多 有可能对台独势力的震撼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一旦开火的话 台湾当局它面临的形势肯定第一波 这是成百的这种导弹 军事专家陈虎 杜文龙 秦真 魏东旭 为您深入解答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纵览 近日央视曝光了火箭军某形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 只见一股浓浓的黑烟过后 导弹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点火 迅速直插云霄 快打快撤 快速补充弹药 是每一个发射单元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为了缩短导弹转载时间 管兵们采用四车装载的方式为发射单元转载导弹 完成导弹转载的发射单元 迅其向作战阵地开进 准备第二波次的火力打击 在克服了蓝军的电磁干扰后 他们成功占领了发射阵地 导弹再次发射升空 近日俄军一架图22M3轰炸机 在摩尔曼斯克州 维索机军用机场着陆时突然坠毁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重伤 从现场视频来看 当时机场气象条件恶劣 能见度不高 这架图22M3在着陆时快速撞向地面后 随机高高弹起 整个机头发生断裂 紧接着 飞机被一团火焰包裹 碎成树断 在雪地上翻滚爆炸 最后被一团黑烟彻底吞没 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这架图22M3的坠毁 是飞行员野蛮操作所致 据报道 英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布朗宁 近日穿戴其发明的钢铁飞行战衣 进行了一场炫酷的飞行演示 只见布朗宁双脚轻轻一蹬 便离地而起 在空中来了个转身 然后轻盈地飞过草坪 站到了一堵墙上 之后 他又向现场观众们展示了空中悬停 绕过障碍 追车 水上飞行等动作 举悉 这款名为戴达罗斯马克一的飞行战衣 重约45公斤 有6个V型发动机 穿上它 可在数百米的空中持续飞行十多分钟 近日印度在新德里举行阅兵式 庆祝第70个共和国日 和往年一样 青年阅兵式上最吸引眼球的 仍是摩托车表演 比如这个 在摩托车上搭起梯子 人高高地站在顶上 在摩托车上做出各种奇怪动作 两辆摩托车中间抬着一个人 一辆摩托车上架起七八个人 压轴出场的是印度边防部队 九辆摩托车上以跌罗汉的方式 一共上去了33个人 场面颇为壮观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 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最近俄罗斯曝光了一款 先进的隐身飞翼无人机 然而在看到它的机尾之后 很多人都摇起了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报道 由苏霍宜公司研制的 猎人壁无人机 近日在新西伯利亚飞机制造厂 进行了高速滑行试验 即将进行首飞 从外形上看 猎人壁采用了 隐身效果出色的飞翼外形 但尾喷口却未进行隐身处理 参照它的重型牵引车 可以推断该机的尺寸非常大 驿展接近20米 和美国的X47B无人战斗机相当 不久前 苏武器三号原型机 尾翼上还同时出现了 苏武器和猎人壁的图案 或许预示着 该款无人机将具备 与苏武器协同作战的能力 广东潮州的网友 红色战神提问 猎人无人机的正面 看起来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从尾部看起来 让人大使所望 一点都不隐身 这是为什么 按照俄罗斯业内人士的说法 这个猎人壁呢 它是一个技术验证平台 既然是技术验证平台 做的精细的部分 是它需要验证的 如果说尾部的这一块 不是它需要验证的 核心技术的话 做的糙一点也无所谓 当然如果这个平台 将来会发展成为 工程样机的话 尾部是需要修行的 那么那个时候修行 也还来得及 那么陈吴老师 这款猎人壁无人机 未来和苏武器 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大吗 应该说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它能够 进入到批量生产 和苏武器同时装备 俄罗斯空军 而且呢 这个所谓的协同作战 大家可能要从 更宽泛的角度去理解 它不一定和苏武器 近距离的编队飞行 它更多的呢 是在任务区分 时间区分 比如说 我猎人壁 给苏武器 扫清前方各种的障碍 而苏武器就可以 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 自由飞行执行任务 好 陈吴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图片中 这架F-16战损的涂装 十分的奇特 和俄罗斯的苏武器 如出一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报道 继前不久美军基地 经线14歼20的模型后 美军的目光又瞄向了 俄罗斯苏武器战机 美空军第57连队指挥官证实 该部队正在为麾下的 F-16C战斗机 更换与俄军苏武器 相同的数字迷彩 这一涂装工作 将在今年夏季之前完成 这种改换涂装的战机 将依据美国搜集的俄军数据 全方面模拟俄空军的战术 使得美军飞行员能够模拟 与俄空军的空中对抗 江西景德镇的网友 江南雄师提问 美军的F-16 为什么要涂上 俄罗斯苏武器的迷彩涂装呢 这架F-16呢 它属于美国空军的 假想敌中队 假想敌中队就是扮演对手 既然扮演对手 不仅你的飞行的动作 要和对手相似 就连外观也要尽可能的相似 那么这架F-16 显然代表着美国空军 已经把苏武器 作为未来的作战对象了 所以F-16就画上了 苏武器的涂装 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F-16是单发的三代机 苏武器是重型四代机 F-16能模仿得了苏武器吗 如果从飞行性能和动作来说 肯定是模仿不了的 不要说清醒的三代机 既是双发的重型三代机 你想模仿四代机的许多动作 你也模仿不出来 但是作为假想敌中队 你所能做的 只能说是尽可能的相 一直以来 俄罗斯和北约的军机 在空中是隔三差五 就来个危险接近 最近俄罗斯空天军就主动出击 搞了一次模拟战略打击 今日两架俄罗斯图160轰炸机 穿越北冰洋 飞入了加拿大防空识别区 美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一架 E3预警机和两架加拿大空军的 CF-18战斗机紧急起飞 进行拦截和伴随飞行 然而这两架图160 在遭到CF-18拦截后 航速航向不变 继续向前飞行 随后美国空军派出两架 F-22战机紧急升空 前往增援加拿大战机 在F-22出现后 俄军图160与其进行了 短暂的编队飞行 随后便掉头返航 江苏南京的网友 呼啸斯图卡提问 美军为什么还要派出 最先进的F-22 三代机拦截不了图160吗 其实三代机也可以拦截图160 之前美国就是用三代机 拦截过图160 但是毕竟这种动作 有几层一层 是向对方乃至世界 传达自己的所谓的强硬的姿态 这个时候 牛的战机越先进 显然表达的这个姿态 就越强硬 当然如果从这个拦截的效能来说 像F-22 它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 所以它在执行空中拦截任务 特别对图160这种具备 超音速飞行性能的轰炸机来说 它的拦截效能也会更高 好的 感谢陈护老师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 军情大揭秘 解放军战级编队现身台海 蔡英文叫嚣提升台军战力 即使当年买的一些新货 F-16 幻影2000也非常老旧了 现在二十多年了 所以它只能是修修补补 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台湾秘密进行反导试验 每航母是否将现身台湾海峡 而且像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 开到台湾海峡内部 只能成为活靶子 如果其他国家也纳入其中 那么现在在不同作战方向 特别是海空方向 所形成的这种战争阴云 有可能会非常严重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据报道 解放军于近日出动了 包括轰-6 苏-30和空警500 在内的多架军机 展开了远海训练 与此同时 央视还首度公开了 火箭军试射新型导弹的 罕见画面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为了壮胆 一边放出了所谓 拦截大陆军机的录音 一边在酝酿所谓的反制措施 巧合的是 近日频频在周边碰瓷的美军 也来凑热闹 派出了迈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甚至还声称 不排除派出航母 穿越台湾海峡的可能 那么解放军多型战机 连续绕台飞行有何用意 火箭军试射新型导弹 能否有效震慑 域外国家的挑衅行动 台湾高调加速导弹量产 这些导弹能否成为 蔡英文的救命稻草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局势专家 杜文龙 秦真 魏东旭 为您深入解答 据台湾媒体报道 解放军近日出动多架军机 从大陆南部出发 经巴士海峡 前往西太平洋 展开远海训练 编队中包括运8 和为其护航的苏30等多架飞机 时隔仅一天 再度传出解放军战机出海的消息 这次的主角则是轰6轰炸机 台防部门煞有介事的声称 由两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 和东平湖号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 在同一时间通过台湾东部外海 台军派出苏澳号驱逐舰进行了所谓的监控 苏澳号是台军向美国购买的第二艘吉德级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达9783吨 甚至超越美军博客级驱逐舰 装备射程达200公里的标准2Block 3A导弹 是台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 在2005年服役时 由于吉德级安装了性能不亚于早期宙斯盾的 ACDS Block 1作战系统 拥有强大的区域防空能力 一度成为台海军手中的香波波 但时过境迁 面对周边早已展开垂发数量比拼的多款神盾舰 只安装了两部MK26双臂发射架的吉德级 显得老旧不堪 对于解放军舰机的活动 台防部门的回应与此前如出一辙 即对解放军的活动全程进行监控 台湾媒体还公布了一段事发时台军的广播 并声称台军多次提醒对方注意 语气非常坚定 但这一消息随后被质疑造成 据悉 当时台军分别在10点01分 11点36分与11点53分进行了三次广播 间隔长达两个小时 只能算不痛不痒 面对解放军舰机正常的远海训练 台湾军方为何会如此紧张呢 杜老师 台湾军方这种带引号的紧张 大概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对自己的作战能力 包括整个体系产生了一种忧虑 按照目前大陆和台湾地区 军力对比包括三军主战武器装备的对比 台湾是民选劣势 另外呢更加担忧 如果有各种摩擦 有各种冲突 美国之前曾经对台湾有过口头上的支援 但是实际上的支援会不会来 这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目前去分析台湾地区领导人 包括台独势力对自己的严重不自信 包括对美国的不自信也产生了这种疑虑 所以今后在这个地区 我们各种巡航越来越多 各种海上空中联合的训练越来越多 有可能对台独势力的震撼就会越来越大 也能够让台湾地区越来越心虚 随着解放军作战能力的飞速发展 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已经日渐成为常态 本次解放军战机两度出海训练 频率之高前所未有 去年5月解放军的轰6K轰炸机 首度进行了夜间绕台 在去年年底进行的原海训练中 解放军出动了包括轰6K轰炸机 苏30战斗机和运8特种飞机等多型战机 经巴士海峡东出太平洋 辽宁舰的每次南下 也是令台湾军方胆战心惊 蔡英文在视察台军时 还特地要求加速雄风3反舰导弹的生产 俨然把在演习中多次闹乌龙的雄风3 当成了救命稻草 从网上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出 前不久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 轰6K轰炸机 腋下还挂载了空射巡航导弹 实战意味十分浓厚 同时与以往单独出动战机 或者军舰绕台不同 在本次远海训练中 解放军的两艘战舰 也出现在台湾以东海域 台防部门宣称 为应对解放军战机的绕台 要在台湾东部全面部署先进的 天弓三导弹 还声称 解放军的此次远海训练 不仅是半年来第一次飞到台岛附近 而且是先前罕见的 海空军联合训练 表明解放军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称 于情当中说台防部门还表示 说这种动向值得警惕 那么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 以武剧动 只有四五条 蔡英文扬言要量产雄风三导弹 以此谋求抗衡解放军海上兵力的能力 区区一款导弹 为何能够成为蔡英文眼中的救命稻草呢 魏老师 是这样的 如果说跟台湾的一些政界人士 或者说他的一些退役的军方人士进行接触 尤其是有一些人 他的脑子里面有毒 那么这个毒指的是台独的毒 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 岩碧称雄三其实就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 那么这型导弹纸面上的战术指标 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可以打150公里左右 据说可以做超音速飞行 最快可以飞2.5马赫左右 那么采用了这种大型的高爆弹头 如果说是一般的驱逐舰或者说护卫舰 那么被击中了 那么一枚雄风三型确实可能产生这种毁灭式的攻击 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大陆海军主战舰艇的这种防空 和反导的火力要是拦截雄风三应该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水面舰艇上广泛的装备 1130和海洪其实 我相信即使雄风三它飞得再快 或者说它具备一定的这种掠海的突发能力 我们也有信心把它防住 也有信心把它给打掉 对于台湾的一些导弹秘密发展项目 其实有一个点我们是要关注的 尤其是在2019年 那么现在台湾启动了一个秘密项目 被称为麒麟 这个麒麟项目 其实它的本质是打着发展探空火箭的这样的一个旗号 去进行弹道导弹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储备 据说要从美国采购60套左右的先进的陀螺仪 那么如果说它把这个所谓的探空火箭项目搞成了 那么未来很可能会把它改造成为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有可能会达到2000公里左右 那么它具备这种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那么对于这个麒麟项目 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因为它很可能是披着运载火箭外衣的这种弹道导弹 从以往的海空兵力独自绕台 到现在的海空一体 解放军的绕台行动日趋多样化 杜老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正在逐渐提高 从目前绕台的模式去分析变化特别大 以前是几架飞机的零星绕台 那么现在是大编队绕台 我们看空军海军都可以把战斗机预警机轰炸机 和保障飞机进行统一编队 在远海地区展开各种学员活动 以前空军海军是你绕你的我绕我的 现在是联合一体 那么海上有编队在航行 空中有战机在飞行 如果触发各种作战行动 陪接目前联合指挥系统 完全可以把不同机种 不同舰种 甚至海空两个作战环境连接到一起 形成一体化联合的这种态势 所以目前整个编队模式的变化 包括绕台方式的变化 说明远海作战能力 进攻作战能力 正在快速提高 快速发展 观众朋友 出现在我身边的这支战机编队 领头的是由我国自行研制的 空井500预警机 该型预警机是新型 中型全天候多传感器 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 空井500装备了三面阵预警雷达 采用了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具有很强的远程飞行能力 那么在旁边为空井500护航的 则是中国空军的苏30重型战斗机 它采用了双发双座射击 公开信息显示 苏30战斗机长21.9米 翼展14.7米 高6.4米 能够在满载8吨弹药和9.6吨燃料的 极限情况下 升空作战 完成制空和对海攻击任务 在进行空中加油之后 它的航程能够达到惊人的5200公里 堪称是三代级家族中的重量级选手 在进行绕岛巡航时 空井500可以掌握数百公里区域内 台军飞机的动向 提前告知编队可能存在的威胁 而苏30则可以凭借强大的机动能力 驱离试图靠近的任何台军战机 本次在台湾周边进行的远海训练中 除了轰6K轰炸机和苏30战斗机 还出现了空井500预警机 秦老师 这组合能否有效压制台空军呢 在这个组合里 你看有这个预警机 预警机又叫这个力量倍增气 还有人形容为叫空中帅富 它的作用当然就是远程的发现敌机 然后指挥己方去迎战 包括目标的分配指挥等等 那么苏30这样的战斗机 是一个重型战斗机 然后又是一个多功能战斗机 不光可以空战 包括可以必要时候也对海 对舰船也可以攻击 那么这个能力也非常的强 因为轰流可以 它载弹量比较大 所以这个组合非常完美 基本上应付台海的作战的话 那么它真的是不需要空中加油机的 完全它是重型机 航程载弹量都可以有保证 所以这个组合也体现了我们当下 整个我们的空中力量的这种优势 主持人 面对解放军飞速进步的实战能力 台军继续穷兵独武 还祭出了手里性能最先进的 自研防空武器 天弓三防空导弹 前不久 台军也首度曝光了 此前一支十分神秘的天弓三导弹阵地 据悉 天弓三与雄风三 雄风二翼 并称台军新三弹 号称射程可达200公里 由相控阵雷达进行引导 台湾媒体大言不惭地声称 这款台湾自行研制的防空导弹 不但能拦截弹道导弹 还可应对周边出现的隐形战机 在台湾东部部署天弓三型防空导弹 能更有效地应对解放军舰机的绕台行动 目前台湾岛上部署了接近6000枚 各型防空导弹 火力密度仅次于战火联名的以色列等地 由分析认为 虽然台军将天弓三的性能描绘得神乎其神 但台军目前的防空主力 仍是三套美制爱国者2 和六套爱国者3防空系统 这些爱国者系统 在台军中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 不断在台湾东西两岸间奔波 前不久 台军进行了一次神秘的导弹试射 一枚天弓三导弹 从台东三间台风景区发射 随后一次遭到了一枚 自九棚基地发射的爱国者3导弹拦截 为了给天弓三打气 韩英文在视察台军时 信心满满的要求 加速量产天弓三和雄风三导弹 让大家看看台军的战力 对此 岛内网友却不领情 纷纷在社交媒体留言说 不是说军功叫是米虫吗 米虫的导弹能多好 花大价钱买的天弓三 只能当把弹 在台湾内部社会矛盾丛生的当下 蔡英文还要继续砸钱买武器 杜老师 这背后有什么企图呢 这种情况有可能有几个 所谓代引号的期盼 第一可以为台独势力打气 能够让武器装备 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发展 让台湾人认为 自己有能力凭借自己的技术 装备资金 打造出一套所谓的 抗东路作战体系 和所谓的刺维体系 另外呢 对美国大概也有所去援助 如果把自己的委屈声音 放大到极致 即使是造 也造不出太好的装备 美国会不会把 就近的装备进行支援和补充 像老旧的佩里吉 包括今后退役的伯克吉 这些武器装备 会不会进入台湾地区 作战序列 这也是台湾地区的 一个基本期许 另外呢 对于日本 英国 大概也有某种程度的勾引 如果通过目前 这种大张旗鼓 那么这些国家 会不会在周边 形成一个小的联盟关系 在美国的主导下 对大陆进行各种抵抗行动 所以这些点位 都是目前台湾岛内 各种势力 各种声音 纷纷出台的主要原因 在此前的测试中 台军曾以爱国者导弹 拦截天弓三导弹 疑似在模拟反导作战 秦老师 台军这样的举动 有什么目的呢 实际上台军 他现在也非常的明白 就是整个海峡两岸 这个军事力量的天平 已经完全倒向大陆一方了 现在从原来的 他只是就是 据说能守三个月 后来又缩短 缩短到这个一个月 甚至于最后 有说一个星期的 然后岛内还有一些评论认为 他能守三天就不错 那么至于说反导 他也非常明白 在现在除了弹道导弹 我们还有很多的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可以陆地发射 也可以用像轰流K那样的 这个轰炸机来携带 空中来发射 所以这个一旦这个开火的话 台湾当局 他面临的这个形势 肯定第一波 这是这个成百的这种导弹 这个而且从各个方向 然后这个无论弹道导弹 还是巡航导弹 对他有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袭击 所以他也肯定是要看中这个反导 在世界上他这个密度 防空导弹的布置的密度 实际上据说仅次于以色列 所以他也非常明白这个形势 那么反导 当然他也肯看中了 他现在这个买了美国的 爱国者PAC-2 PAC-3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他仅有的 据说买了这个六套 这个爱国者系统 再加上他自己所谓 自研这个天工三 完全不足以来应对 这一旦开战之后 大陆对他的这个导弹的攻击 面对两岸越来越大的战力差距 靠进口或撑门面的台湾空军 为了避免伤亡 开始打起了无人机的主意 今日台湾海军在台东外海 进行了模拟防空演习 并派出一艘基德级驱逐舰 和一艘拉菲特级护卫舰 在屏东外海进行反导演练 这两艘舰艇依照指令 释放干扰弹 并将各式武器 指向来袭目标 台军锐渊无人机随后起飞 执行目标搜索任务 并透过数据链传输实时影像 为了吹嘘锐渊无人机的性能 台军还公布了 该机获取的侦察图像 照片中 以此为一艘正在公海行驶的 解放军舰艇 台海军高官陈子凤介绍 锐渊无人机是台当局 自行研发设计的侦察力气 然而从这款无人机的实际表现来看 它连基本的飞行都很困难 自服役以来 已经连续坠毁了7架 台空军还将采购 10到20架腾云无人机 台方人员介绍称 台湾科研机构 正在提升该机的挂载能力 使其能挂载 重达900公斤的万件超视距导弹 在战时破坏对手的机场 有分析认为 台军之所以将希望寄托于无人机 更多的是出于 对台空军实力的无奈 在辽宁舰编队远海训练期间 台湾军方派出的RF-16侦察机 成为了媒体笑料 在台湾记者提问 为何不公布RF-16拍到的 辽宁舰照片时 台军前主管冯实宽 以隐藏实力搪塞 但却无法掩盖 台军侦察能力薄弱的现实 目前台军仅有的战术侦察力量 是部署于台东花莲嘉山基地的 三架RF-16侦察机 在飞行性能无显著优势的情况下 RF-16想接近解放军舰机 显得难上加难 近年来 无人机成为了台湾军力发展的重点方向 台军也对其寄予厚望大加吹嘘 那么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到底怎么样 它真的能够补齐台湾军力的短板吗 魏老师 那么台湾的无人机 看起来性能比较先进 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缺陷 或者说有一个核心的短板 就是台湾缺乏专门生产无人机的一些军工企业 所以说它无人机的一些配套的零件 包括一些核心的子系统 都是从台湾的一些民企直接采购的 那么这种无人机制造起来确实比较简单 成本也比较好控制 但是它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 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比较差的 比如说最近台湾比较吹嘘的这种锐渊无人机 那么一开始是为海巡署装备的 后来又交给了台湾陆军进行装备 那么台湾陆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也是出现了接连的这种坠机事故 最后台湾海军做了所谓的接盘侠 开始使用锐渊无人机 就在上周有一架锐渊无人机 执行海上训练任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又是掉到了海里 台湾海军费了很大的劲 想把它给捞回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 它都是频繁的坠落 整个的性能和可靠性都不是特别的靠谱 那么如果说在战争期间 台湾方面派出了它所谓自产的无人机 那么对方有强大的防空火力 有非常先进的侦察手段 甚至有这种强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么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无人机 应该是有去无回的 为了避免再遭遇解放军时再出洋向 台防务部门公布了从最高指挥部 到陆海空三军的一整套应对动员机制 企图用所谓十项战备动作 瞄准接近台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飞机 当预判解放军将执行原海训练时 除了利用空中预警机加强坚针外 台空军将优先动用正在空中训练或巡逻的战机 预先前往有利空域 执行所谓的拦截 识别以及监控任务 同时 台空军在地面警戒待命的战机 也将提升待命状态 随时准备升空接替 去年5月 台军公开了F-16A战斗机 与轰6K轰炸机的合影 以此炫耀台军的所谓反应能力 对此有分析认为 台军对于解放军舰机绕台 不断提升戒备状态 无疑将进一步加剧海峡两岸军事紧张关系 对于解放军每次绕台行动 台军都如此兴师动众 虽然看上去很美 但随着解放军绕台频次的增加 台军将付出极大的人力和装备损耗 最终必然会疲于应付 前不久 美国媒体就爆出了一条 令台军极为尴尬的消息 台湾送到美国升级的F-16战机 刚刚升级完毕 就发现机身主结构 存在严重的腐蚀现象 随时存在坠机风险 台湾现有的进口装备 即将步入暮年 台军还计划大张旗鼓地 应对解放军的远海训练 秦老师 这样的把戏 还能坚持多久呢 实际上我们看台湾当局 他买的这些武器装备 很多都是当年当然有买 美国 法国的比较新的飞机 F-16当年的欢迎2000 但是基本上到后期 买了很多特别是美国的一些 可以说是二手货 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 像这F-16 他现在买不着新机 他只能改进 把它现有的F-16改装成 所谓F-16V 改装成什么 装上有颜相攻阵雷达 改装一些武器系统 电子系统等等 然后这个舰船也是修修补补 买美国的P-3C巡逻机 也是这巡逻机的机体 都是从美国这飞机坟场里 找的相对好一点的 新一点的机体 然后进行改装 所以他本身这个平台里边 好多就是买的二手货 即使当年买的一些新货 F-16 欢迎2000 也非常老旧了 现在二十多年了 所以他只能是修修补补 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以这越来越多的问题 他还不好解决 所以整个他的武器装备的老旧化 包括这种越来越不堪实用的 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在台军动作不断的同时 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 也不甘寂寞 在派驱逐舰来凑热闹的同时 还放出了要派航母 穿越台湾海峡的消息 今日美国海军派出迈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和沃尔特迪尔号补给舰 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2019年以来 美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 也是2018年10月以来的第三次 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戈尔曼声称 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常规通过 且遵循国际法 潘海高调宣称 此举是为展示美国在印太地区 自由航行的决心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 也对美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回应称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 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这已经不是美舰今年第一次 在中国周边刷存在港了 前不久 迈克坎贝尔号未经中方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组织海空兵力 全程监控美舰情况 并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 最后不久 央视公开了火箭军谋旅 在电磁干扰条件下 试射某新型导弹的画面 然而 美海军还有更进一步的图谋 据国外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查德森 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表示 派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依旧是美国海军的选项 有分析认为 自2007年以来 美国航母已有超过10年时间 不敢染指台湾海峡 如果这一想法得到落实 带来的影响是以前派出七株舰 无法比拟的 作为美国霸权的象征 派航母经过台湾海峡 极具针对意味 魏老师 美军真的敢派航母过来吗 那么如果说 以航母编队的方式 经过台湾海峡 那么它就传递了 非常强烈的挑衅性的信号 因为中美两国 如果说在台湾海峡 出现了一些比较冲动性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 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都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像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 开到台湾海峡内部 只能成为火把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 陆基的反舰火力 空基的反舰火力 甚至包括海基的反舰火力 甚至包括水下的 这种强大的反舰鱼雷 和潜射的反舰导弹 都可以对航母进行 多元化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 那么如果美国冒险的 把航母开到了台湾海峡 很可能就会变成了一个 送上门让别人瞄准的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它以后的主要的活动空间 我认为还是西太平洋 或者说有可能会在南海 采取一些动作 那么对于台湾海峡 毕竟特别的敏感 那么一旦航母来了 可能会传递一些 不一样的信号 那么这里面的风险就特别大 其实在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 尤其是靠近台海的相关区域 美国人对航母的生存能力 他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在解放军进行绕台行动之后 美军就派出军舰高调通过台湾海峡 甚至声称要派航母 这举动将如何搅动 本以微妙的两岸关系呢 杜老师 台湾海峡是一条敏感的水道 一旦两岸关系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甚至是台独势力出现这样和那样新动向 美国一定要显示自己的存在 从目前看 无论是驱逐舰加补给舰的组合 再加上航空母舰编队的组合 在台湾海峡出现 实际上显示了美国 在这个地区的一种负面的作用 如果这些要素越来越多 会给台独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 凭借目前美国 日本 包括其他国家在台湾地区 周边所形成的作战体系和作战部署 完全能够对台独势力 进行所谓的军事支撑 另外呢 其他国家 在美国的主导下 在周边大概也会有类似的行动 所以航母的出现 包括美国战机的出现 以及宙斯盾舰的出现 都会对整个地区的安全环境 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第一 它可以毒化两岸关系 让两岸的军事对峙 呈现出新的状态 第二 可以毒化整个地区关系 如果其他国家也纳入其中 那么现在在不同作战方向 特别是海空方向 所形成的这种战争阴云 有可能会非常严重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整个地区的安全系数将会 来解答 也感谢您的收看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星白酒 斯特东方域冠名播出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